你好 大家好,我們是DT組 我們要報告的是Extrapid to Pix 這個是跟早上Grimbooth非常相似的一篇Walk 它主要做的是 Image editing 的問題 也就是編輯圖片 那早上的組別有講 把一個圖片 然後放在一個叢林裡面 然後那個貓或是狗 就是改變它的背景 然後不改變它的物體 好,那我們這邊 這篇Walk的主要的目標就是 我們不需要完整的描述我們想要的圖片 因為這非常的困難 像人們要描述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件 就跟軟體鞋甲方乙方委託的時候 就會非常常會講不清楚規格 更何況是這種更抽象的 在你腦中要Division Model描繪出 你腦中想像的那樣的圖片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輸入 像是一些描述啊 或是其他的Image啊 或是我們要對他畫一些Mask 讓他能夠只更改Mask裡面的東西 好,接下來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鼓作FightTuning 我們要直接ZeroShark 直接做到給他敘述 他直接出現一個我們想要的圖片 好,接下來是這篇Walk的簡單的Introduction 好,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下面的六張圖 剛剛講的不需要任何完整描述 我們想要的圖片就是 像那張左上角的那個向日葵 我們只需要把那個向日葵換成玫瑰 這樣子是非常符合人類直覺的做法 只要給他一個Introduction 他就能把這個圖片換成我們想要的圖片 然後其他部分都跟原來的圖片非常相似 我就不需要說 不需要說這個玫瑰插在這個花瓶上面 擺在一個牆角之類的 好,那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是用GP3和Stable Dilution這兩個大Model 來創造一個Dataset 然後再直接Chain在Stable Dilution上面 來達到這個直接改變 直接編輯圖片的這個任務 非常簡單的方法 但是達到非常驚人的效果 好,那接下來就是Relative Work部分 早上的組別介紹過的Grimboost 和另一個Work叫Image 那他們的缺點就是需要Flytuning 還有像Grimboost需要三到五張的圖片 然後去Flytune它 然後變成一個概念像那個V 然後在讓這個Division Model學到了這個概念之後 它才會生出我們想要的圖片 那Image也是差不多的形式 那這兩個方法也需要完整的描述我們想要的圖片是怎樣的背景 像這個可能是一隻狗在一個樹林裡面 有一個在一個彩虹的地毯上面 好,那可能我們就如果像剛剛的 我們只需要說把這個狗換成貓 或是把這個地板換成彩虹地板 這樣子可能對人類的思想來講會是比較直覺的 好,接下來是一個是Prompt to Prompt的Walk 那它的缺點是 它會 我們會有一張Input和一張Output 然後一個是 Output是我們想要的Image Input是一個給它我們的 給它Image 我們要編輯它的Image 但這兩張都會是產生出來的 所以你可能進去它不會是一個 你給定它的圖片 然後第二個缺點它也是需要 完整地描述這兩張圖片長怎樣 好,那因為Prompt to Prompt 是直接關係到我們的Walk的 這篇Walk的 所以我們會請另外一個同學 來詳細介紹這篇Prompt to Prompt 這張圖片長 那它跟我們今天要爆的一樣 也是一個編輯一張Image的一個Model 一個方法 不過它最主要的缺陷 就榮剛才說的 是我們沒辦法輸入一張影像 然後要求它根據我們輸入的這張影像去做編輯 它只能透過輸入兩個Text Prompt 那個別的生成兩張圖 那Wave調整這個Text Prompt 這個Model可以生成跟原本 Prompt生成的Image很相近的影像 然後我們可以看右下角這張圖 就是除了想要修改的部分以外 整張圖的前景背景或是架構質地都維持不變 那這跟傳統的Image Editing的方法相比是方便很多 因為許多傳統的Image Editing的方法 是需要使用者除了提供原始的Prompt 還有新的Prompt以外 還需要使用者Specify 在說一個影像中想修改的部分 區域才能避免說整張影像在Edit的前後 有太大的結構或是風格的改變 那這邊Paper列出了它修改前後兩個Text Prompt的主要四種方法 第一種是提高某一個形容詞的影響力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是Crowded 它把這個影響稍微下降 那影像中的人就變得越來越多 然後可以把貓騎腳踏車換成貓騎一張 貓開一台車 那還可以就是轉換風格變成是小朋友畫畫的風格 那也可以就是加入幾個字 比如說加入Jelly Beans這樣子 好 下一張 那這一張就是下半部分的話是一般image editing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們不採用這邊Paper 那我們只是單純用Diffusion Model 前後輸入兩個Text Prompt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輸入Lemon Cake 那之後換成Cheese Cake 可以看到整個背景或是盤子 一些質地都改變了 那這邊還有換成其他的東西 整個風格都不一樣 但如果用這邊Prompt Prompt的方法的話 一開始的Lemon Cake跟後來的Cheese Cake 它就達到很高的一致性 只有整張影像只有我們想要改變的地方 有被改變到 好 下一張 那這邊就是一個動態的小Demo 就是我們去換一個Prompt裡面的名詞 還有就是它的主體 就是貓或者是大象 還有它頭上戴的帽子是哪一種帽子 那可以看到它坐的沙灘椅 還有背後的風景都沒有被改變到 好 下一頁 OK 然後這裡呢 是Demo一個改變形容詞影響力的 那透過調整Fluffy這個字的影響程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玩偶 它變得越來越毛茸茸 但同時在這個情況下 它的背景還有整個主體 所以是沒有受到太大的改變 那至於原理的部分 我們不會講太多 因為這只是這個Prompt to Prompt 待會可能浩尾同學會講到 是為了產生我們的Training Clear的 Image 用的 不過稍微帶過去的話 它其實就是 首先呢 發現其實我們的Test Prompt 跟Diffusion過程中 每一張Image都有一個Attention的機制可以計算出來 那比如說像左下角 我們可以看到Bear Furry bear watching a bird 這句話呢 Bear跟Image的Attention 是出現在熊的位置 那Bird的話呢 是出現在鳥的位置 那透過計算這個 我們可以 達到控制 深層的影像 是符合我們想要的 比如說如果是 剛才的 置換 詞彙的話 我們可能 就把 新的詞彙 跟我們原本的Test Prompt的詞彙 的Attention Map 做交換 那如果是 加新的詞的話 就是把新的詞彙 跟我們的Image的Attention Map 加入 那如果是像剛才的 調整沒有一個形容詞的影響力 我們就可以做Attention Relating 好 那這大概就是 Prompt-to-Prompt 簡單的機制介紹 好 那接下來就來看這一邊 Pix-to-Pix的 Method Overview 好 那剛才我講到 它使用了GPT-3 和Stable Diffusion 來創造一個Dataset 那把它轉化成一個 Supervised Bending的問題 那這邊具體來說就是 第一個 我們要先創造出Test 因為我們想要的是 直接給它Instruction 而不是完整的Caption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GPT-3 來產生這個Instruction 那 它這邊使用了GPT-3 然後用700個左右 Human的 Human Label的Data 來揉寸這個GPT-3 然後讓這個GPT-3 產生出 45萬個 的Data 那它為什麼要 這邊會產生出 一個Instruction 和Edit Caption呢 因為Capt 現有的方法 都需要 完整的描述 我們整張圖片 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 這個Edit Caption 才能產生出 我們之後的想要 Supervised Bending的答案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怎麼 產生 Paired Image 那 左邊 我們可以看到 下面的左邊是 左邊的圖是Input 然後右邊的圖 是我們想要的 想要的Output 但是 Deputure Model 會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它的隨機性 那它的隨機性會導致 我們像這邊沒有Prompt to Prompt的時候 它這兩張圖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想要給它的指示 則是 把這個碼變成空龍 那這兩張圖片 我們沒有要改變那麼多啊 我們的背景要是一樣的 我們人也是要一樣的 它也要是在草地上跑 所以 我們這邊就會使用Prompt to Prompt 來把這個碼變成空龍 那我們現在 現在有了這麼多的 我們就會根據剛剛產生的 45萬個的 然後 丟鍵Prompt to Prompt 然後用Prompt 然後用Prompt 裡面 產生出 對應的 45萬個的 Pared Image 好 那 接下來就完成了 這個Datase就完成了 這個Datase就會變成 一個 原本的圖片 然後我們需要的 instruction 像這個讓它變成 讓它騎在孔龍上面 然後就會有一個 騎在孔龍上面的領域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Data我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是Trainier 那這邊Trainier的部分就是直接 直接Train在Stable Diffusion上面 我們從我們使用Stable Diffusion Train好的 在Lion上面 Train好的 Checkpoint 然後繼續Train下去 那這邊跟原本不一樣的 比較不一樣的情況是 就是我們 我們的Input多了 一個Text 和一個Image 跟原本Stable Diffusion 不一樣 所以但 沒什麼問題 我們就只是把 那個 把 這個Condition 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Input而已 它原本就能支持這麼多Input 那 早上的同學應該有講過 所以我這邊就不細講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比較重要的部分 因為早上的同學沒有講 這個地方 Conditional Diffusion Model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一個叫 Classify Fair Guardians的技術 那為什麼會 需要使用它呢 Diffusion Model 一開始是 Unconditional Generation的 就是我們沒辦法去控制它 我們沒辦法 對它 我們沒辦法給它一個Text 然後要它指定出 指定出我們想要的圖 這原本是沒辦法的 那 要怎麼讓它有Conditional的神成呢 這邊我們 我們不會細講它的推導內容 因為這是一個 對它Denoise的過程中 一個數學的證明 那 這邊我們只需要注意到 它加了 後面這一項 也就是 這個S 就是 這個Classify Fair Guardians的weight 那這個是人為設定的 這可以人為設定 然後後面呢 這個E Theta就是我們的model 那E Theta 那C就是condition C就是condition 那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 condition 把一開始的東西 應該說 為condition進去 然後和沒有weight condition進去的結果相減 然後再乘上這個weight 就會是我們最終的 那個想要的結果 那S如果設B的話 代表是你有condition 應該說大於一的時候 就是有condition的結果這樣子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 Stable Diffusion 原本有使用 Classify Through Guardians這個技術 但是它只有一個condition 那我們現在必須把它推導到 兩個condition上面 也就是一個是image 一個是text 那 這邊也就是 也非常簡單 就是照 以照原推導 用BIOS BIOS的推導 那 就會 多了後面這兩項 然後我們的SI和ST 就會分別的 對應到我們的image和text 分別的weight 那 我們右邊這邊圖 可以比較簡單的看到 ST越高 代表會越像 我們的 越像text的敘述 像這邊給它 是讓它變 比較機器人的樣子 它越右邊 就會越像機器人 那SI越高 就會越像圓圖 好 那 這就是 Casular3 Guardians的小推導 好 那接下來是一些 結果的展示 那 原本 這個 MonaLisa 它 它 要讓它變成不同的風格 可以看到這邊可以變成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的風格 那 下面這邊比較重要的是 這邊展示了它比較 robot的性能 原本這個 這個Diffusion Model 是 称在512x512上面的 那現在它這邊也顯示了它能夠在768的解析度下 也walk 那這邊有更多的風格轉換的樣子 像我們這邊只需要給它一些 怎麼講 臉上有一些塗鴉之類的 或帶墨鏡啊 就可以 把原本這張圖片 然後編輯成我想要的樣子 那接下來講一下它的限制 好 它的限制第一個 它沒辦法做四角的轉變 也就是 Rooning啊 或是 轉動啊 之類的 都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 空間上的 空間上的 reasoning 或是 counting 都沒辦法做到 像是 就是 假如說我要把這個iPhone變成兩個 那 這也是沒辦法做到的 或是把 呃 原本有四個人 變成 原本有 這麼多人 變成減少一個 這也是沒辦法做到的 或是 太小力度的 可是我如果只想要這個 這個領帶變成藍色 它也是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是BiOS的問題 因為它是繼承的 Stable Dilution 那 Stable Dilution 有BiOS 那它也會有BiOS 像 這邊 這邊 我們想要讓它變成一個 機組員 那 它就把 原本這邊是一男一女 它就 把這兩個人變成女生 這就是BiOS的問題 那 或是Ducker 它就變兩個男生 這也是BiOS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展示一下它的未來可行性 就是在 Video Editing這個領域上 它其實可以直接的用在上面 但是 可能結果還是沒有那麼好 但可以看一下它這邊 這個影片呢 是把人變成一個石膏的人 可以看到它也是有點閃爍的情形 那這可能是需要更多的Walk來修正的部分 那這也是可能未來的一個方向 好 那 那我們 總結一下它的結果 它的貢獻 它創造了一個很大的dataset 然後用了GPT上 和State or Dilution 來創造這個 困難任務的dataset 然後達成了 不需要發生點就能 使用 就能 做到這個ImageGD在Editing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第七柱的報告 那 有人有問題嗎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關於這類的任務 它 本身會有 就是 評判的那個標準 有 但是 我認為它 評判的標準 非常的 不太好 因為它會是在Cliver上面 用它的 它的 它的Vector 來算相似度 這樣子 有點像 那種 有點像 Bird Score 那種 感覺 它可能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但是 它可以 像是 看一下 我挑 結果那一頁 像這個戴墨鏡 它可以不會是圓的 它可以是薄的 它可以是 更小的墨鏡 之類的 或是不是戴在眼鏡上 或是戴在頭上 它不會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所以 要 客觀的量化它 是我認為是不太實際的 雖然原 paper 是有 但是 我認為不實際 所以沒有放上來 了解 是 他們 他們的 評估方法 你是說 用相似度去評估 對 用光True 和 他們生出來的 Image 然後 通過Clip 然後最後得到的Vector 去算相似度 好 在他們實際上也有光True 呃 因為我們這邊 對 這個Vector 這邊 這個就是 光True 反正這個也就是光True 了解了 謝謝 那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我再問一個 就是 你沒有 試過 他們的code 或者是 網路上有 就是他們 哦 有啊 他是直接在 DiffUser裡面的 一個 直接 可以code 的 Library 他有線上的版本 可以直接用 他在HuggyBase上面 有 直接 進去就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連結 好 好 然後 呃 如果載下來 會 如果要在本地端上 跑會 可能會需要有點空間 他的 因為他就是 完整的Stable Dilution 大概5 5 5 6 Gb 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那如果 其他人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 就請第八組 可以先準備